那日现身的 你可厌明其正身 知他便是须菩提 灵霄殿内 各方仙神静静生 圣人亲身前来天庭 能与之对话的 只有天庭之主御帝 王母 或是那位极少露面的圣人 化身太上老君 便是李长寿这般 身兼太清弟子 天庭全神 嫦娥总教习 横娥非文道旅 云霄仙子准道旅等多重身份 也不过是在御帝点名后 才可站出来说一两句 那准提圣人如此反问 让道道目光 再次汇聚在李长寿身上 只见 李长寿眉头轻皱 呼吸放缓 似乎是在努力思索 且陷入了困局 虽然实际上 是在跟自己师妹打情骂 进行一些并不予举的互动 仲仙都觉得 准提圣人的这般问题 虽然有些浅白 且没有太高的水准 但确实不好作答 西方教圣人只需坚持 那日 现身的并非虚菩提 让天庭收回 对虚菩提的追杀 也可谓合情合理 有理有据 但李长寿 气定神贤 准提教主 此事可否容我简单解释 善 准提面无表情地 吐出这般字眼 李长寿做了的道一 慢条思理地整理着浮沉 仿佛在用这般小动作 延长自己可以用来思考的时间 眉头微微皱起 嘴角轻敏 又极快地放松 身体勾搂了一二分 但实际上 这也不过是 确保自己稍后能不被圣人 打断话语 所故意做出的反应 很快 李长寿眼前一亮 像是个毛躁的老神仙 有些着急地辩解道 当日小神为须菩提定罪 自有天道响应 降下节运 当时 节运是落在那句化身的 随后又随那化身消散 赶去了释放那化身的本体 这还能有错不成 准提圣人淡然道 你念诵的是须菩提之名 行使的是天庭神权 天道之力被你调动 自是由你而定 水神不加查证 就将此事安在我教弟子身上 是否有些草率 又是否 有所偏移 李长寿四世哑口无言 眉头努力挤出些微冷汗 此时殿内 众仙神心底微微叹息 便是水神大人 也难以抵挡圣人发难 又见儿 众仙神泛起了少许同仇敌忾之心 一名当日 曾随李长寿前往先盟大会的天将 此刻忍不住就要站起身来 但东穆宫却抢先半步 起身 低头 坐着最深的道一 喊着最没底气的话语 启禀陛下 老臣此前查阅过通明殿中 宁城的卷宗 其上呈现 确实是西方教圣 圣 一缕目光落在穆宫身上 东穆宫浑身乱颤 头埋得更低了些 准提圣人半垂的眼皮 微微抬起 看了东穆宫这一眼 穆宫猴杰颤抖 他不过是普通金仙境的实力 如何能抵挡这般圣人威严 但此时 在天庭 在灵霄宝殿 他身为玉帝陛下身边资历最老 第二信任的臣子 身为天庭众仙神曾经的表率 如何能畏缩不前 如何能就此牺牲 那卷宗所显 确实是西方教圣人弟子 虚 虚菩提 那两刀目光收回 东穆宫双腿发软 浑身虚汗 差些一屁股坐倒 侧旁却有一只大手伸出 扶住了穆宫的胳膊 将东穆宫慢慢放回了座位 一声轻笑 李长寿向前迈出两步 挡在东穆宫身前 他垢楼的身形挺拔而起 双目之中神光涌动 银白的长发一根根飘起 此时的外貌 不过是一次没善目的青瘦老者 却让灵霄宝殿中的众仙神 看得入了神 还有几名以敖椅 便装为代表的年轻将领 心潮澎湃 几乎不能自已 可惜 灵霄殿中都是仙男仙 其实 小神完全可以确定 当然那捣乱先蒙大会者 就是西方教圣人弟子虚菩提 李长寿侧侧身对着上空拱拱手 朗声道 由于一些 当着准提教主不太好明说 但大家都因心里有数的原因 先蒙大会举办到了关键阶段 小神就料定了 会有不能直接提名号的大教 即将来给先蒙捣乱 准提教主莫及 小神没有半点恶意揣测西方教的意思 当时 产教副教主 现任先蒙盟主燃灯前辈 就要宣布 先蒙正式成立 这时伊林站了出来 出声讽刺 燃灯前辈也不知怎么 就给了对方开口的机会 小神心底还琢磨 哎 这燃灯副教主 有点不对劲啊 这不是故意抛话头 给某个不能提名号的大教 帮助对方搞事 说实实 那十块 小神到心灵台 出现一缕缕道运 这道运轻轻缭缭 徐徐缓缓 既晦涩难明 又清澈纯粹 仿佛世间一切大道治理 都能被这般道运解析 各位猜怎么着 立刻有正神问 怎么着 李长寿即刻接话 这竟是小神的老师 而今天地间的最强圣人 给小神的提醒 小神心底七上八下 只觉得灵台迷蒙 来不及去感悟那些道运 心底已经凝成了五个大字 此子正是须菩提 东目公在后听闻此言 禁不住掐指推算 疑惑到 这不是七个子 那不重要 李长寿淡然道 圣人老爷刚才还说 天道认下的罪责 是子虚乌有 小神也算圣人弟子 就不能说七十五 这是什么道理 玉帝差点没绷住 笑出声来 下方有几名天将 已是在使劲 掐灵捉天将的大腿 准提圣人 只是冷哼一声 闭目不言 李长寿继续道 故 小神一见那化身 就知对方是须菩提 这可是我老师到门 太清圣人所说 若准提教主觉得 我在说谎 可去太清观质问 唉 小神是当真没想到 须菩提当时的气焰极其嚣张 自以为抓住了先蒙的要害 我问他是谁 他就大摇大白 显露出真身 自保家门 当时数万些人都听到了 他叫须菩提 西方教最得喜欢的圣人弟子 地府轮回塔主 地藏的师兄 够了 准提再次开口 须菩提擅作主张 蒙蔽圣人 稍后我西方自会给天庭一个交代 李长寿点到极止 没有继续对下去 对玉帝做了个道一 陛下 情况就是这般 小神仙回座了 玉帝摆摆手 笑道 准提教主今日前来 可还有其他要事 吴虽也想与准提教主坐而论道 但准提教主如今也看到了 天庭初心 事物繁忙 这已是感人的意思 准提圣人却道 今日平道前来天庭 另有要事 摇持某个宫殿角落 李长寿和玉帝陛下对视一眼 警惕性同时拉满 按理说 李长寿已将太清圣人抬了出来 且准提圣人已从了心 后续也没办法继续发难 李长寿只需反复高举太清大旗 准提圣人就是拿自己的脸皮磨铁棒 只要功夫深 铁棒也能磨成针 但准提又要开口 还说另有要事 有问题 不可大意 灵霄殿内 玉帝笑道 不知准提教主还有哪般要事 准提双目不争 缓声道 陛下可知远古 上古时 有一凶恶大能主掌血海 好明和老祖 自是知晓 玉帝略微思量 正色道 明和老祖 创血海修罗族 自称教主 上古时阻拦六道轮回之势 所以引来天罚 不错 就是这明和老祖 准提双眼睁开一条缝隙 明和老祖遭天罚前 已是预感到自身将败落 此灵得到自圆谷 心机极其深沉 只长两把杀戮生灵 可不沾英国的宝剑 一月圆图 一月阿比 又有一至宝名为十二品业障红莲 明和老祖遭天罚时 并未以红莲抵挡天罚 反而是一剑将红莲自斩 散十二品业障红莲的业之力 汇入血海 又将三颗红莲莲子甩出 以做自身今后复生之用 这三颗莲子 平道得了一颗 另外两颗不知所踪 玉帝打断道 莫非当时准提教主 也在那血海 那莲子与我有缘 原来如此 玉帝笑道 无字不会觉得 准提教主贵为圣人 会去血海行简陋之事 准提教主 还请继续言说 准提丝毫不以为意 接着到 前些十日 平道忽悠所感 将那莲子拿出一看 言说中 准提左手自宽袍之下探出 缓缓张开 一只干瘪如石子的暗红色莲子 躺在他掌心 其内残存着一缕 先天至宝的道运 却已没了半点生气 李长寿心底 太极图灵觉传来 宁承一句 确实是那株红莲的莲子 不过此时灵力已散了 准提道 平道的这颗莲子散去灵力 乃三颗莲子 有一颗即将成熟的预兆 那颗莲子 吸纳散落在血海中的夜之力 可再次凝成十二品红莲 红莲一出 夜火席卷三界 必将生灵涂炭 明和老祖也可借此复生 成为幽冥之大患 望玉帝陛下早日出兵 赶赴血海 在红莲出世之前及时毁掉 玉帝眉头微微皱起 盯着那莲子一阵沉吟 李长寿在旁小生嘀咕 原来之前听帝府报信 说西方教大批高手 进入血海之中搜寻某物 不是为了找寻那朵红莲战为己有 而是为了维护三界正义 不错 准题淡定地接了句 面不改色地答道 我西方教虽立志为西方大兴 但也心怀天下苍生 在这一点上 西方教与天庭可求同存异 暗示 这是给玉帝的直接暗示 若是原本封神大劫中的西方教 准题给出这般暗示 雷若的天庭必然会接着 借西方已缓解到门给的巨大压力 但如今 西方教本就已经入节 玉帝直接道 若心怀天下苍生 那准题教主 何不将那些香火神国 尽数恢复原样 此事不过门下一二弟子所为 平道也在调查 是何人如此行事 哼 玉帝有些不满地哼了声 又思索一阵 言道 红莲之事 无会慎重以对 若此事当真 天庭会全力阻止这般恶事发生 还请准题教主 稍后也大力相助 共同为苍生谋福祉 自当如此 准题圣人温和的一笑 身影渐渐虚淡 此事既已传达给天庭 平道也可安心回灵山修行 最后再提醒水神一声 当年那三枚莲子 有一枚辗转反侧 落入了结教圣人手中 如今大劫来临 结教号称万仙来朝 实际却是藏污纳垢 本身又无至宝镇压教育 大势威夷 而那红莲 却可吸纳无尽业障 与十二品金莲一般跟脚 自可镇压教育 运 运 圣人话语的尾声 在灵霄宝殿各处回荡 李长寿的嘴角 经不住一阵抽动 这准题 上次是没被通天师叔打够吗 不过不得不说 这几句话 当真是无比高明的分化之计 红莲 结教 明和老祖 三颗莲子 天道疯狂暗示自己的那次 自己吻了一手 没去掺和此事 简直是在明知不过 无论是通天师叔在算计 为了面子躲起来搞一朵红莲 拿去镇压教育 又或者 这是西方 教用的记重剂 本身获得了一颗以上的红莲莲子 此时用来离间天庭与结教 给结教泼一盆污水 这些 李长寿参与进去 都不太合适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 他要保的是 结教跟自己有关系的几位高手 而非整个结教 那超出了李长寿的能力范围 他自认决坐不到圣人都难为之事 这次的红莲事件 他只要牵扯进其中 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泥潭 必须保持四条原则 五个要求 六点注意 七本行动纲要 此情此景 只有一副对联 能体现他的决心 上莲是 你不去 我不去 总会有人去 下莲是 说不去 就不去 能去也不去 横辟 去 李长寿一个亮枪 在林霄宝殿 差点扑在桌上 在小穷风上 差点翻下摇影 他看着自己心底凝成的那个 巨大 深邃 且蕴含了无边道运的字眼 满腔感动 化作了一个温和的笑容 啊 为了正义 长庚 红莲之事 你觉得是真是假 那宫殿角落中 擎天柱传声问 这准提圣人 竟主动来说此事 莫非是西方教搜寻不到红莲踪迹 想利用咱们 正义脸颓丧的李长寿 悠悠叹了声 谁知道呢 洪荒多算计自远古至今 各类算计发生了不知多少次 太阳星的照耀下 你没有了新鲜事 玉帝化身仔细琢磨 定声道 爱卿这个比喻倒是不错 那这次红莲之事 就全权交给爱卿处置了 李长寿 陛下 这是小神就仿佛 那馅饼中的馅 不如咱们天庭名义上 另排正神 小神在暗中协助 玉帝化身笑道 爱卿是怕结教那边不好交代 并非是不好交代 李长寿沉吟几声 传声道 此事我最担心的 反而是这是闹大之后 结教不出来主动解释 结教上上下下 骨子里都有一股傲气 更是瞧不上西方教 若西方造谣 结教也懒得分辨 那产教 有可能就会趁机下手 大劫之下 本就各位保身 道门虽说一家亲 但此前几万年 在有心之人的努力下 产劫两教 已是有了见性 此事不得不防 陛下 在破灭掉西方教 大部分的积累和实力之前 产劫两教 不宜开战 玉帝化身沉生道 确实是这般道理 难得 爱卿并非一位 站在结教一方 李长寿苦笑道 陛下 不提天庭中的身份 我先是人教弟子 而后是道门弟子 那就依爱卿所说 此事就让无这化身 去打头阵 陛下 您还有其他化身没 擎天库纳闷道 自是有的 这个化身 莫非已经暴露了 应当已暴露许久了 可 擎天库咳了声 戴然道 那就将此事明面上交给 魏深末将军 李长寿心底 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 玉帝陛下的四号化身 不是叫魏震天 不然李长寿真就要怀疑 这玉帝陛下 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了 这是 怎么处置 闻一手 将大法师暗中请回来 召集人教做祭天团 要随时保持足够去居中调和 威慑英杰三教的实力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